各位朋友大家好 乾杯 我是小菜 各位今天又到好市多開箱的時候 我們今天剛買回來 這次買了五千多塊錢 對啊 五千四百三十二塊 結帳的時候我還嚇一跳 對啊 平常大概兩三千塊 這次特別多 這次好像就沒有結市 但是會發現說其實不是沒有結市的關係 是因為我們還有多買一些東西是 不是常態的 但是是必須的 對對對 我們一一跟大家分享 這樣我們先從這兩個肉品先來講 講完就把它放冰箱 我們今天有買的東西 大概是這個 牛肋條真空包 牛肋條真空包 大家都知道 這個牛肋條真空包 在好市多拿還算蠻便宜的 公斤399塊錢 我們到這陣子摺市有來 我們想說再煮個牛肉麵 小菜煮牛肉麵給他吃看看 順便這個可以做燒烤用 對 可以做燒烤 所以就買了一盒 買一盒 這塊五花看得很漂亮耶 對 另外一個 這是這個豬五花 這個豬五花 我們是要拿來做這個氣炸料理的 像這次這個氣炸烤箱的部分 我順便再跟各位朋友做分享 我們這一塊 我們也會找時間 在下次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料理的部分 就是剛好 如果你也有買這一台烤箱 然後就是跟著影片的這樣料理的話 就是比較容易成功 對對對 也會陸陸續續分享一些氣炸料理 對 上次那台氣炸烤箱 大家都知道了 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 點這裡就有了 好 好 這個番禮貝 就是我的最愛 咖啡的最愛 上次我們有做那個什麼 做飯糰 三角飯糰 做三角飯糰 好 三角飯糰 對 不知道番禮貝去哪裡買的朋友 看一下 好四桌也有 好四桌也有 加熱斧也有 自己就是到方便的地方 方便的地方去購買 它這一個一公斤 七百四十九塊 大概平均一顆的話 大概二十八到三十塊吧 差不多 所以這個大家要 番禮貝的可以到那邊買 還有這個馬芬 一次要十二顆 對啊 剛好這次家裡有四個人 我們馬上就買回來吃一吃 想說 那個日本的好事都不知道 會不會有這個 所以我們就想說買來 買給哲氏吃吃看 這樣 好 那這些東西 我們就先收起來 收起來 待會我們再來分享 今天要開的東西 好 那現在桌上剩下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開箱分享的 我們從今天有這個東西 先跟大家講 今天有這個頂泰豐炒麵 開很大一個 麵框很寬 對 麵框很寬 因為我在那現場看到一個阿伯做個動作很好笑 我就研究一下 我終於知道阿伯在看什麼東西 待會再跟大家講 煙燻豬肋排 這我看了就很想吃 這看起來不錯喔 189塊 豬肋排看起來有四個 有四大塊 待會拆開再給大家看裡面 對 還有這個 馬格力特披薩 這個到底好不好吃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待會來烤來吃就知道了 好 接下來還有這個 喔 這個暖的咧 這個感覺還不錯 觸感不錯 觸感不錯 而且這四百多塊錢而已 四百四十九塊 四百四十九塊 而且蠻大張的 我們就想說 冬天比較難 可以放在客廳 有時候住在這裡 看電視的時候可以用 對可以用 旁邊這個就是 森林溪的冬茶 森林溪的冬茶 可以跟各位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個茶 因為接下來 Dennis會去日本 住在哲斯嘉 在東京 在東京 所以我們聽說 這個日本人很喜歡台灣的茶 高山茶 所以我們現在就一一在做準備 剛好看到這個茶 還蠻不錯的 而且那天有在 好士多那裡試喝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的 喝了之後 覺得他沖泡 我們喝到第三泡 第四泡喝起來 都不會色色的 所以我覺得口感還算還蠻不錯的 先跟阿展 這個是要讓Dennis帶去 所以我們今天 沒有要打開 沒有要打開 這個不能打開耶 接下來 檀子 要打開嗎 好喔 打開 我們先開檀子好了 開檀子給大家看 好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檀子 摸起來蠻舒服的 就是很軟綿的那種 摸起來很舒服的材質 這種布如果做睡衣 應該也很舒服 應該是不錯 這個買回來的話 要先清洗再使用 因為這在現場 他沒有另外多的包裝了 對 所以大家摸來摸去 我把它張開給大家看好不好 好 看到底有多大 真的這個很大張 很大 他有那個尺寸Size的部分 有的比較大張 有的比較小張 比較小 你要自己要稍微留意一下 對 你要留意一下 你不要買回去 結果發現是很小張的 他好像有150幾公分的 對對對 那你可能蓋上去 你腳會露出來 對 我們特地買這個比較大的 比較長的 你看 各位 喔 又很長 又很長 很大張 你看看 很大張 這就是乾杯在那裡 精挑細選的一個伯塔 好 是的 好 那接下來是食物了 食物了 咻 那番茄應該很燙 嗯 開心 所以他的披薩裡面有這個馬雜瑞拉起司的話 就是會有這個效果 對 感覺番茄挺多汁的 很有汁 還滴到下面去 我覺得他這個皮是脆的 還不錯吃 他的皮是不錯吃 對 如果番茄起司 只有這樣的話 吃起來我可能會覺得 比較沒有那種 料很多的感覺 料很多的感覺 對 好像很豐富的感覺 義大利披薩就是這樣啊 不過他整體如果以他的這個料這樣 還算不錯 然後他是兩片 一盒有兩片 一盒有兩片 對 一盒有兩片 好 那我也來吃吃看了 我喜歡他這種番茄的味道 你喜歡番茄的味道 他這種披薩就是吃起來很單純 對 他味道吃起來很單純 沒有大士奇 沒有大士奇 我愛大士奇 沒有一些奇怪的沙拉集在上面 我喜歡海鮮雙拼 我覺得不錯耶 這個如果說 你在家裡看電影的時候啊 或是追劇看球賽 然後你就隨便抓一片拿去丟烤箱 也是不錯啦 還不錯 還不錯 剛烤好熱熱的 真的很好吃 過關 過關 那我去把那個煙燻豬肋排飯拿出來了 好 那這個器皿啊 因為通常我會覺得塑膠類比較不安全 所以我待會會把它移到盤子上微波 好我們先打開給他看 你看這樣 喔 K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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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閃發亮 讚 然後放在下面 對放在下面 各位 豬肋排 微波好了 微波好了 要照他的方式去做的 他沒有跟我們方式啊 他只有說微波 他只有說微波 微波多久沒有講 所以這個我們就自己想辦法 所以你就自己 自己抓你自己微波乳的功率囉 對 他這個肋排 這也很好吃耶 對 這個不錯 帶點脂肪 對對對 這塊很不錯 這塊很不錯 對啊 那麼多塊 這個189我覺得可以 這個可以齁 189的話 如果我們在百貨公司 地下街吃 你百貨公司 地下街吃沒有這個 吃沒有這個 189 189吃四隻這麼大隻 他飯這麼多 那飯拿多少 不知道會比較多飯 他上面整個都是飯 他這個飯感覺兩人份 這可以兩個人吃 很OK 而且可以吃飽 蔬菜量也有 而且他的蔬菜量是綜合蔬菜 所以各式各樣的豆子 花椰菜 紅蘿蔔 還有蝙芝 他這上面還有蝙芝 這個可以 這個不錯 這個我會回購 我會回購 這個 各位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吃這個吧 警察風味擦迷 這是一份充滿阿伯的故事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你知道 我要看阿伯在看什麼 你知道嗎 跟各位講 阿伯就是在看這個 看起來是不是這個樣子 嗯 看起來好像很多 阿伯他在看什麼 他就是看這個 翻過來是紅 哈哈哈哈哈哈 看什麼樣耶 因為這裡都空的 這裡都是醬汁啊 這裡是醬汁嘛 這裡整個裸空 還有這裡也空的 他的設計是這樣 所以阿伯他就是拿起來 我看阿伯是這樣看 拿起來這樣看 哈哈哈哈 看一看 再放進去 然後我終於知道說阿伯在看什麼 因為我也拿起來看 就知道說看什麼 阿伯果然是有走跳江湖的 不過因為我們要試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還是要買回來吃 對對對 那吃看到底他的味道怎麼樣 對 是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 事不宜遲就來下鍋吧 下鍋 好 蔬菜的種類還蠻多的喔 有那個小黃瓜紅蘿蔔 還有什麼香菇木耳對不對 對 都有 我來試試看 乾杯先試 剛剛最後那一包香辣醬加下去 那個辣的味道有出來了 有出來了 對 他那一包香辣醬很多辣椒籽 所以他是一包會辣的辣椒醬 如果家裡小朋友多小的話盡量不要 太軟 小朋友也不會浪 不要浪費 今天小朋友都沒辦法吃軟了 嗯 他這個豬肉是鯉雞肉吧 鯉雞肉 鯉雞肉 豬肉比較澀一點 對 比較硬一點點 對比較硬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 如果你光靠 光靠他的料 我覺得那個料還蠻普通的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重點是在他的醬 醬 我覺得這個就是豐富所在 他的靈魂就對了 對 因為每個廚師的廚藝 其實都在調味 跟火候 這個調味我覺得不錯 我也覺得調味不錯 蠻好吃的 各位 所以今天我們這樣開箱 我覺得說 今天開的這幾個都還不錯 還不錯吃 披薩 還有煙燻豬肋排 煙燻豬肋排 還有炒麵 炒麵 炒麵就是吃頂泰豐的手藝 對 醬料 你不要去想說他的那個料 可能裡面沒有什麼 比較高級的食材 對對對 但是他的這個醬料還不錯 然後那個 煙燻豬肋排 我覺得CP值是還蠻高的 189塊 你可以吃四隻豬肋排 四隻豬肋排 對 所以我覺得你到百貨公司什麼 也吃不到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小鈴鐺 訂閱分享小鈴鐺 支持我們的朋友 歡迎加入會員 歡迎加入會員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 拜拜 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 怎樣 這是什麼鬼 看起來很大 這樣 垃圾車來了 對 好 一大包車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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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